ok 那么这个档案呢 主要来说明四面体的这个两面角的一种观念 那它可以调整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 主要是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点 那我们可以去拉动它 那么拉动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旋转 ok 那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播放的按钮 我们可以按一下 ok 那它就会自动旋转了 好 那么如果没有停止它 当然只要再按一下就好了 那么另外呢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 勾选框呢 我们可以按下去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 X轴 Y轴 Z轴 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要不要显示呢 就按这个地方 好 那另外呢 这边这个地方 那这个拉动我们可以调整整个 好 调整整个四面体的一种视角 ok 好 那么这个 todown的使用方式 大概就是这几个位置可以调整 OK OK